回来看我们收到最新消息 台北市大同区在今天上午发生了一起 四台客运车连撞的事故 有一台公车行驶在重庆北路三段的公车专用道上 而后方是一台接着一台准备进站 结果最后一台的国光客运疑似是煞车距离 没有抓好直接的撞上前车 但是撞击力道太大了 变成了连环状的车祸 而这起事故目前有一名司机 以及五名的乘客受伤送医 详细的情形还有待调查理清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